多按一個C ENTER就好 C 這邊輸入法也是一樣把它改成英文的 C ENTER C ENTER之後的話呢 C ENTER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你就直接輸入多少 輸入角度多少 240嘛對不對 你就輸入210 ENTER 就OK了 有沒有 但是長度不對 沒關係 你再重新知道角度就把它 這個地方再把它拉長也可以 點它之後有沒有 按住不要放 往這個方向拉 拉過來放開也可以 這個拉伸 這個也是一個C的端點 拉過去就可以 它就會拉長 那長度你可以去做決定 好 那剛剛的部分呢 另外如果我轉另外一個方向 一樣再做一次 旋轉 旋物鍵 按空白鍵 然後基準點選這裡對不對 轉角度 先C ENTER 多少 -120 ENTER 也是一樣OK 那順便你也可以再練習一下 拉伸 先點一下線對不對 那這條線有三個端點 三個端點呢 其中這一邊我要怎麼樣 拉伸對不對 你就可以直接按住不要放 用力拉拉拉拉拉到哪裡了 拉到這個端點放開 這個端點再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拉長到你要的端點的位置 如果我們是從這個方向畫的時候 另外那兩個端點還沒去嗎 你不知道嗎 另外 你說這邊 那你就要重新 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這個本來它是長度多少 三十 三十 那它這一條線不知道的話 那變成你還是從這邊 你也可以 我們這樣畫 啊畫到這邊不行對不對 你變成這邊畫 畫到這邊 哦對 對 它這條線有有要有尺寸嗎 沒有有嗎 有40 對 哦那你就可以把它拉長就好了 那拉長的方法 有一個叫修改 修改裡面有個叫修改它